歡迎收聽聽損王第124集 現在時間是2024年8月31號 下午兩點半 喔通常錄音時間是一點啊 可是我剛剛不小心睡著了 我去睡了一下午覺 幹 我這輩子從來都沒有在睡午覺 我從國小開始 不是我從小 對要不是被爸媽逼著睡午覺 還是什麼長輩逼我要睡午覺 不然我通常都不睡午覺了 我記得我國小的時候啊 通常那個人家午休時間嘛 我看人家睡午覺我都不太懂 為什麼 你們才剛起床就要睡覺到底是怎樣 是有多想睡 啊晚上不是睡過了嗎 為什麼白天還要再睡覺 啊中午睡完覺之後 那你睡那一小時到底有什麼意義 所以中午的時候呢 我通常都是趴在那邊 然後等人家睡完 然後覺得很痛苦 所以中午的時候一定會找一些事情來做 比如說那個 桌子的中間啊 那個有一些課程 不是會叫我們要拿個什麼釘子 不是釘子啊 鐵槌還什麼的嘛 那我們就會拿那個鐵槌 在那個桌子中間給他找一個洞 好了然後去 去那個福利社買個飲料什麼的 然後就那一支吸管就從那一個洞這樣上來 但我中午睡覺的時候就可以喝 可也不是啊中午睡覺的時候明明就一個多小時 那一瓶飲料也喝不了多少 就算你今天買個三四瓶 他也喝不了多久 反正就是找點事情來做啦 那中午的時間比較不會太無聊什麼的 所以通常我是沒有在睡午覺 一直到國中高中一直都這樣 那我到現在我也是都沒有在睡午覺 然後不小心睡了一下 不小心啊 因為家裡面有一組什麼藍骨頭 藍骨頭躺下去就很爽嘛 可是也不能躺太久 因為在上面滑手機也沒有很舒服 在上面看書也沒有很舒服 可是沒想到在上面睡覺還蠻舒服的 剛剛不小心睡了一下 那突然覺得哇 感覺像剛投胎耶 剛剛從媽媽子宮裡面出來那種感覺 我看之後如果身體有點不舒服啊 什麼肩頸酸痛啊 頭很痛啊 腫腫脹脹脹的啊 那都來睡一下應該是還蠻不錯的 反正我今天就是不小心睡了一下 那今天就比較晚錄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在這集錄完 然後讓剪輯師拿去趕快剪出來 今天趕快上架這樣 現在八月最後一天嘛 一個月要更新兩次 可是這個月才剛更新一次而已 不知道趕不趕得及啦 應該是可以啦 好 反正就這樣 今天比較晚錄音的原因就是因為 不小心睡了一下午覺 好 首先呢感謝一下今天抖內給我們的乾爹 首先第一位 NWB 抖內台幣 300塊 謝謝啦 謝謝NWB 感謝這一位 每次都抖內最高金額的大乾爹 祝乾爹身體健康 祝乾爹發大財 謝謝NWB 好再來下一位 ZC ZC抖內台幣50塊 ZC說 雙周跟啦 賀 公賀的賀 覆盤真的很有趣 以後可能可以常常來一下 好 我也覺得覆盤蠻好玩的 但是因為我們不是那種每天都有大動作的交易的人 所以覆盤的機會會比較少一點 可能呢要有像八月初這種大行情才比較有機會可以覆盤 好啊我平常比較多呢就是在觀察啦 就每天呢去看一下盤面上有哪一些東西在動 啊動起來的那一些就算有族群性喔 如果說動起來的那一些他不在我的手臂範圍裡面的話 我可能會去稍微關心一下下 就是至少知道他大概在動什麼 啊也不一定會去把它研究到底啊 就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這樣 有一些錢我真的是賺不到喔 比如說那個半導體設備啊 啊COWAS 散出型封裝 光通訊那一些的喔 有一些呢我有吃到魚頭啦 好像半導體設備那個在 今年年初的時候有吃到一些魚頭 我以為我已經賺很多了 我以為已經夠肥了 沒想到喔他後面 魚身魚尾超大一條 啊到現在都還在漲啊 這個我就賺不到 我今年績效貢獻最多的 不是那些我今年績效貢獻最多是台積電跟紅海 都有大概都有50%以上啊 台積電大概是 好像五六百多吧 五六百 然後賣在 從八百多開始賣 賣到九百多 一千多的時候我也沒有再買回來 好這個是台積電啊 紅海的話呢就成本在一百以下 本來成本在一百以下 那是爆很久的的部位 啊在一百二 還是一百一到一百二那邊有 再買 然後漲到大概兩百多把它除掉 好所以經典績效貢獻最多的是台積電跟紅海這些 好像其他的話 沒有任何一支持股是有翻倍的 頂多就是快要翻倍而已 因為我會調來調去的 所以很少會爆到那種很漂亮的績效 好啊那些持股雖然有賺錢 但是呃就算有翻倍啦 啊也沒有辦法太重重倉 我持股呢 重倉的天花板大概就是40% 我是說我最多就是買到總部位40% 我不太可能會再拿太多了 沒辦法再拿更多 因為我自己的話是這樣再更多我就抱不住了 喔我也已經很久沒有把一支股票買到總部位30%以上了 我上一次把一支股票買到40%以上是 NVIDIA 喔我是買到40%還沒到喔我就停了喔 然後後來漲到超過40%喔 就就NVIDIA沒了 那現在呢全部持股除了006208有辦法買到這麼多以外 我全部都是把它控在20%以下 就是希望說萬一這一支股票它要是腰斬了 頂多也只能夠商用到我總部位的10%這樣而已 好那有些人可能會說啊你看好一支股票標的 好你看好啊你買多少 看好一支股票標的就是要重壓啊 不然你怎麼賺大錢 欸我一開始聽到人家這樣講我是覺得還蠻有道理的 我會蠻羨慕人家重壓然後賺很多錢的 可是我現在不覺得了 為什麼 因為對我來講重壓真的很煎熬 分散壓比較適合我啦 個性上是這樣啊 我覺得分散比較適合我 那我後來也覺得分散壓跟重壓其實是差不多意思的 你看人家重壓100% 啊我分散20%去壓五支 對我來講是相對比較舒服 啊如果我眼光夠好的話 五支其實都壓重 那我覺得跟全部重壓同一支 然後壓100%是差不多的意思 因為假如說這五支都有漲的話 那我不是也跟重壓同一支差不多意思嗎 我還可以不太需要等這麼久 因為他們會輪流動 輪流動的話我就覺得有賺到的感覺 齁 對那是對我來講 個性上是這個樣子 好那大概就是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啊 就會有不一樣的習慣操作這樣 好不好意思 有點講太多了 我們感謝ZC的DNAIT 感恩 好下一位小張張董 張董肚內台幣50塊 張董說 現在回頭來看 這波下殺我是何其幸運 7月12號的時候 因為大盤破五日線 加上心情不好 結果在期貨快收盤的時候 把部位一支一支砍掉 最後只留下群聯 括號 因為剛好砍到他的時候45分了 就留下來了 沒想到他這麼能跌 括號結束 大跌前又剛好上市了圍台 開盤更多 點點點 好謝謝張董 張董我跟你說這個已經不是幸運了 那不是幸運 那是你太強了 你已經到了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境界了 張董你有發現嗎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口頭禪是 還好我 怎樣怎樣 那是你太強了啦 交易的技能跟那個千錘百鏈的盤感 已經內化到你的內影知識裡面了 以後你有感覺到什麼 你只要感覺到一點點的什麼感覺 拜託記得要來群組裡面 跟我們大家講一下好嗎 萬事拜託了張董 好節目開始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Peter Lynch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如果你是古矮迷的話 應該都有聽古矮講過 古矮說他真的很喜歡Peter Lynch 有多喜歡 我看來他真的是非常喜歡 因為我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就有感覺到古矮的邏輯很像Peter Lynch 你在有在看他買什麼對不對 就大家喜歡的時候 他偏偏就不太想要買 大概這種感覺啦 我覺得他跟Peter Lynch就邏輯很像嘛 那差別大概就是在 Peter Lynch講過他自己比較像巴菲特 那他們算是技術恐懼者 意思就是他們看不懂科技股 所以呢就比較不去投資科技股 其實也不是因為他們不投資科技股 所以賺比較少 而是因為他覺得他們不需要去碰 那個比較夯的科技股 他們也能夠賺很多 大家應該有聽過這個說法吧 就是說喔 某某人呢 他看不懂科技股 所以他不敢投資 這句話你要說他是自簽也可以 但是看過他的書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覺得看不懂科技股 有什麼問題 像Peter Lynch在他的投資逻辑裡面呢 不買科技股 一樣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 一樣都可以賺很多錢的情況之下 你就算看不懂科技股 其實也沒有關係 他們也不是說看不懂 只是他會覺得說要投資這麼多的心力 去研究一個東西 好 那相較之下呢 看懂科技股不一定賺的比較多 也不一定比較簡單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因為要講Peter Lynch的關係 那這一集應該講不完啦 只是要 要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他不是那種什麼當紅的書 他可能會比較偏比較久以前 可能他上面寫的東西呢 都會偏三四十年前的東西 Peter Lynch的戰績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他的生平 出生在1944年 然後1966年的時候 他開始在複达投資工作 然後他擔任研究分析師 他在書裡面有講說 他一開始是在高爾夫球那邊當球童 然後他在當球童的時候 因為來打高爾夫球的人 有一些呢 都是想法上跟他平常會接觸到的大人 比較不一樣 那才讓他呢比較有機會對投資這個東西 開始感到興趣 然後呢 開始感到跟這些人 聽這些人偷聽這些人講話 好像呢 他們講的東西跟一般的大人講的東西不太一樣 主要是跟這個有關 好 那在1977年 剛剛說1966年 他在複达投資當研究分析師 然後到1977年 11年之後呢 他當了那個 也是複达投資 然後他當旗下的一個叫做麥哲倫基金的基金經理 好 啊那個時候呢 那個基金就是美國最大的共同基金之一了 他接手的時候還沒有到超大 好 可是在他的領導之下呢 麥哲倫基金的資產從200萬美金增長到140億 很恐怖的是他連話報酬率達到29% 連話報酬率29超恐怖 你的連話報酬率有29嗎 我沒有 好 然後1977年開始當這個麥哲倫基金的經理 然後一直到1990年 他就從這個地方離職了 離職之後他開始去做 轉去做寫作 然後跟投資資訊 好 他的投資績效呢 剛剛講連話報酬率達到29%對不對 他在管理麥哲倫基金的13年的期間 他的基金連話報酬率達到29% 然後跟標普500比起來的話 是他的兩倍 也就是說勝過大盤而且績效是大盤的兩倍 然後他主要投資的 他喜歡選的股票類型是屬於成長股跟價值型的股票 尤其他會去關注那種小型的小鬼股 然後跟一些他認為比較有潛力的行業 好 那在他的書裡面你會感覺到 他幾乎什麼都有機會買 好 也不是說不買科技股 也有買 也有機會買 只要符合他的標準的 他可能就會買 然後他的投資策略是強調說 你要做基本面分析然後要長期投資 在他的那些豐工偉業裡面 我去看他的股票從這裡到那裡 然後投資績效很漂亮的那一些 算起來大概持有的時間最短最短也有個一兩年 長的可以到十年 然後他在管那支基金的時候時間是1977到1990 總共13年 所以他裡面寫的大概也最多最多持有到十年差不多 或者說一直到十三年他都還沒有丟掉 他都還沒有把它全部清掉 好 那他覺得呢 一般普通的投資人 他其實就可以透過研究然後跟了解公司 就能夠賺到跟專業投資者差不多的投資回報 好 他在他管理基金的期間 1977到1990年 他經歷過比較大的股災大概有三個 一個是1980年 美國經濟衰退跟通貨膨脹危機 然後再來是1987年股市崩盤 那個崩盤的原因我沒有整理出來 反正你就知道他大概碰到三個崩盤 一個是1980 他是1977到1990 然後當中呢1980碰到第一次 1987碰到第二次 1990年遇到經濟衰退 那他在這些崩盤的時候 他的投資組合也是有跌的 跟我看的另外一本書就比較不一樣 我曾經看過一本 然後那一本呢 他是主要在做那種 比較偏數學型的 那那個人他在崩盤的時候 他就比較 他甚至在崩盤的時候還會再賺錢 就是崩盤的時候他會很淡定 因為他看到人家崩盤 可是他的風險其實都有Hedge掉了 所以另外那一個呢 他是在崩盤的時候比較沒有跌那麼多 可是Peter Lynch不一樣 他有可能在崩盤的時候 他會跌的比大盤還要再更多 可是之後如果再漲回來的時候 他會漲的比大盤還要再更多 這是Peter Lynch的風格大概是這樣 就算他今天遇到股災 可是他的麥哲倫基金呢 還是有辦法取得出色的長期回報 好大概是這樣 簡介的部分呢 稍微畫了一點點小篇幅 其實應該可以不用簡介啦 我本來都是不太喜歡簡介的 我想說你應該都聽過啊 那我可能沒聽過 可是有人就跟我說 啊孫王啊你在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要稍微吹一下作者啊 齁因為聽眾呢 你知道聽眾為什麼會想要聽一個人講話嗎 因為呢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 反正大家都要先知道這個人賺爛了 這個人很厲害 這個人超有錢 然後才會開始想要聽他這個人說了什麼 做了什麼 世人就是如此的膚淺 懂嗎 好你知道這誰跟我說了嗎 我老闆跟我說了 好所以我們介紹完了 然後然後 剛剛講說Peter Lynch在擔任基金經理 基基基 剛剛講說Peter Lynch在擔任基金經理人的期間 他的年化報酬率是29%對不對 這個是平均出來的哦 你可能 我不知道欸 你覺得聽起來強不強 29%好像還好對不對 因為你在網路上看到那些KOL 然後有在賽單的那些人 有在開槓桿的那些人 好像我就看到哦 今年目前未實現損益100多% 年化29%啥小太少了吧 你看這是年化29%欸 年化29%意思就是說 他這13年之間年化是29% 而且他管理的是一支基金 不是玩自己的錢欸 我覺得有20%就跟鬼一樣了 我覺得 我用負利計算機按過一下 我就按了一下 年化29% 從1977到1990年 算13年就好了 這13年來年化29% 你知道賺多少錢嗎 各位觀眾你知道嗎 總共會賺2639% 26倍啦 跟鬼一樣欸 然後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呢 大概是出自 Peter Lynch的其中兩本書 這兩本書都還蠻推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啦 我自己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不喜歡哦 我不想看哦 那現在看就哦 蠻好看的 很多書呢都是這個樣子哦 你看第一次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沒什麼 像我之前 我忘記我看過一本叫什麼 好像你跟投資心理有關的書 我之前看過一本 它是一本 它的封面 它是一個牛頭 哦 那我之前在看的時候 我講說 哇這本不行欸 他講的東西太囉嗦了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然後後來第二次看 欸 欸講的真好 所以你在看書的時候啊 只看一次 呃 你只能夠吃到一次啊 那經歷了一段時間之後 再來看第二次第三次 好像有些東西 它是可以重複咀嚼的啦 那Peter Lynch的書呢 我覺得也是算是屬於這一種 我在剛開始看的時候 真的是沒什麼感覺 好 那今天要講的內容 大概是出自其中兩本書啦 一本叫做彼得林區 彼得幹嘛 幹嘛捲舌 一本叫彼得林區的成功投資 然後另外一本呢 是戰勝華爾街 那要先說一下這兩本書齁 真的還蠻讚的啦 有還蠻多很精彩的地方 像我這種節目啊 短短的節目 我覺得應該兩三集會講不完 我有自信可以講個五六集 就都拿一些小小的環節出來講一下 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做那種所有的統整 拿兩本書一集講完 我覺得我做不到 沒辦法 那如果你今天有管道的話 你可以拿這個書來看一下 我不知道名字叫什麼 因為我不是在圖書館界的 好那推薦大家可以看一下 喜歡古矮的朋友 我覺得應該也會喜歡啦 我覺得啦 如果你都不是 你不是那種氣氛仔的話 你是真的有在認真聽的話 也不是這樣講 這樣感覺好像氣氛仔沒有在認真聽 其實他們應該也有在認真聽 我是說如果你真的對投資還沒有興趣的話 你是可以拿Peter Lynch的這個書來看一下 好那我覺得呢 看他的書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是這個樣子啦 因為Peter Lynch他的年代稍微比較久遠一點點 所以呢你在他的書裡面啊 如果你看到微軟啊 蘋果啊 思科啊 這種股票的時候 在我們現在看這種東西可能叫做科技巨頭 可是在他的那個年代 那個這些東西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小型股 然後跟高速成長股 他那個時候的科技巨頭是屬於那種IBM 或者說 他曾經看過那種鐵路股啊 電力股 百貨公司 這種公司 這種股票 有沒有 在投資市場上面很熱門 他們那個年代是這個樣子 所以對現在的我們來講 看他的書呢 感覺會比較像穿越 可是穿越以外呢 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支股票怎麼起來 然後怎麼下來的 甚至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蘋果還是高速成長股 然後跟蘋果曾經到快要下市有沒有 是快要下市嗎 就是他曾經窮困潦倒的那個情況 以現在的狀況是很難去想像的 可是在書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比如他可能會在書裡面跟你講說 你要怎麼投資時下最夯的科技產業 那方法其實也跟我們現在聽到差不多啊 第一階段 你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去投資那些賣鏟子的 然後到第二階段呢 你可以去投資那一些本業是做別的事情 可是他們突然多了一個業務 或者他們突然收購了某一件事情 然後那個業務成長起來了 然後是跟時下最新科技有關的 懂得意思嗎 就是我們前一段時間不是在看到賣鏟子的嗎 賣AI伺服器的嗎 好那你在第二階段的時候你就去投資看看 有沒有人正在轉型 正在添加新業務的那些本來你很熟悉的公司 然後第二階段的時候你就可以找這種的 比如我們現在在講的一些軟體股啊之類的 好那第三種呢 你就可以去投資那一種第三個階段啊 你可以去投資那些因為這個新科技的發展 然後去帶動他們家的業務升級的公司 跟第二階段還蠻像的 可是第二階段那一種比較像是 本來沒有在做這一行 然後突然變成有在做這件事情的 那第三種是 他們其實本來就有在做這種新的東西 可是因為新的科技出現了 然後帶動他們家的業務更進化 好這是第三種 那書裡面講到的例子是說微軟啊 可是他講的就不是AI 當然不是 他講的就是在網路時代啦 在網路爆發的那個時候 大家都是聚焦在哪裡 聚焦在賣鏟子的公司 聚焦在思科身上 可是網路要用什麼 網路要用電腦去上網 那電腦要用什麼 電腦要用作業系統 然後就微軟 大概是這樣的說法啦 那我是覺得裡面有一些東西 拿到現在都還是有用的 尤其是邏輯上面啊 應該說是大部分的邏輯到現在都還是有用 可是他自己推薦的做法呢 就是說他自己比較喜歡做的 都不是那一種正夯的高科技 大家喜歡的 大家在追的 他不太去做 Peter Lynch說他比較喜歡的是那種 生活選股啦 因為他有一個中心思想是說 他覺得每個人呢都有你自己的專業 那不管你今天在什麼行業裡面 你都可以用你的專業 然後在你的認知裡面去找到屬於你的投資機會 比如說你是在做投資耶 那你是在賣房子的這種的 你就可能比較有機會可以看懂營建股 比較有機會可以看懂那些上游的廠商 那什麼鋼鐵啊水泥 你比較有機會看得懂 而且呢你會比華爾街的那些人看得更懂 比如說你是醫生 你就可能比較有機會可以看懂生技股 啊他說他就不太懂 他真的不太懂為什麼大家呢 要去放棄自己的專業 然後去追逐那些市場上面流行的新科技 就像是為什麼一個醫生他要去買滿手的科技股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啊 啊我們在書裡面呢可以看到他是怎麼找到標股的 啊他的標股的形狀都還蠻奇怪的哦 都跟你所想像的那種標股不太一樣哦 他的標股呢有一些是那種啊汽車旅館的股票啦 百貨公司的股票啊啊開高爾夫球場的股票啊 有礦場的啦啊那個賣汽車的啦 我覺得大家看完以後呢 應該有機會可以增加你自己的守備範圍啦 應該啦 就是你應該會比較有動力去看一些平常呢 自己比較沒有興趣的股票 我看完以後大概就是有這種感覺 我就比較有辦法去看那些我自己覺得很無聊的產業 因為呢你知道Peter Lynch講說他就是喜歡那種名字取得很無聊的公司 他也特別喜歡那種業務很無聊很好懂的公司 為什麼喜歡那些名字很無聊的公司呢 舉例他說當你今天是一個基金經理人 你如果不去買像當時那種IBM這種大科技股的話 你不去買這種很有名 然後大家都知道這種股票是好股票的話 那你不買這個人家可能就會覺得你不懂投資 所以呢身為一個基金經理人 他就會被逼的不買一點點 他一定要買一點點不得不買 好那 那雖然說IBM在Peter Lynch的投資績效裡面呢 幾乎都沒有什麼貢獻 可是你不覺得有一點像是我們現在說 啊一支ETF裡面如果有包到台積電廣達聯發科 感覺這支ETF就很不錯 可是那一支ETF如果他說他的前十大持股 我怎麼抱歉我現在戴牙套有時候會大大舌頭 如果說那一支ETF他的前十大持股是那一種什麼 黑松啊 普風啊 連華食品啊 統一啊 你可能就會開始感覺這支ETF很無聊 這支ETF一定賣的不好 好那他覺得呢 就是這一種公司聽起來很無聊的啦 然後呢那些專業投資人比較不屑的啦 反而更有機會可以讓你找到保障 然後呢反而呢你買的價格也比較容易很漂亮這樣 抱起來很安心 然後而且喔重點 在這些業務無聊的公司 名字無聊的公司 你獲得的報酬可能有辦法比科技股還要更猛 猛到呢你買的這支股票他名字遮起來 然後你只看那K線圖你會以為說 欸幹這支是什麼 這支是在做AI的嗎 這支在做機器人的嗎 抱歉這支在經營汽車旅館的 好這樣簡介之後大概可以懂這本書了吧 我已經講蠻多了 雖然說應該不到二十分之一不到 講那麼多終於可以進入主題了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呢 Peter Lynch他對股票的分類 Peter Lynch呢他是那種屬於 買超多股票的那種類型 他不是那種買少少的喔 他不是一支5%一支5% 然後總共買20支沒有喔 他全部加一加可能有一兩千支 那為什麼他會買那麼多呢 可能在他管理基金的時候 因為他常常都會跟公司的人訪談的關係 好啊也因為呢他每一間小公司 他的部位沒有辦法買太多 因為他們有規定 規定什麼就是規定說 你不可以把投資的那個 你管理的那個基金裡面的總部位 5%以上去買同一支股票 然後呢你在買一支股票的時候 那一間公司如果太小的話 你也沒有辦法持有那一間公司的 一定比例以上的股票 你是不行的 所以對他來講 一間公司買到總部位的5% 已經算是超大重傷了 他有可能呢他看好這個產業 然後他買了一個公司買到5% 他想要再買更多的話 他只好去買同樣產業的其他公司 然後想辦法湊到自己總部位的10%之類的 所以他我記得他書裡面好像有講到他持股可以到一兩千支 可是他退休以後他就沒有買那麼多支了 退休以後因為他業務量就比較沒那麼龐大 所以他頂多就看50支 看50支也很多了 比我多了 我也沒辦法看到50支 那Peter Lynch他要跟大家講的第一條投資準則 是你不要去聽專業的建議 任何人都不要 包括他你也不要聽 他意思是說連他你都不要聽他的投資建議 你不要跟單都不要 他覺得你只要用3%的智力 然後你認真選股 就有機會可以超越專業投資人 就算沒有超越也沒有關係 你至少可能會跟這些專業投資人差不多 大概就類似我們之前講過的 要輸錢也要自己輸 不要因為別人的關係去輸錢 好然後他說要怎麼選股呢 你看他買那麼多公司 他說他在選股之前 他買股票之前 認識一支股票之前 他會先把這個股票分類 那既然他買這麼多公司 他的股票分類方法 應該還算蠻有參考價值的 那我們就先講簡單的 然後我就用這東西來講 他說你研究的時候 你可以像他這個樣子 先把公司主要分成六種類型 六種我講一下 緩慢增長型 穩定成長型 快速成長型 前面這三種都是成長型 一個叫緩慢 一個叫穩定 另外一個是快速 這三種 然後再來是周期型 還有隱藏式資產型 然後再來是困境反轉型 總共這六種 我來講一次 緩慢成長型 穩定成長型 快速成長型 周期型 隱藏式資產型 困境反轉型 六種 他發現這六個基本類型 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涵蓋 所有的有效分類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應該 應該我不會去講說 實務上到底要怎麼分類 你要怎麼去看他的狀況 然後去分類這間公司是怎麼行 我們先不講實務上怎麼做 我們講有趣一點的 怕你開車的時候聽聽說 聽到睡著 他在彼得林區的成功投資裡面 有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然後跟這六種公司類型有關的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節目 就講這個簡單的比喻就好了 那其實我覺得你會這個比喻之後 你就還蠻有機會可以去套在 你原本有在投資的公司 你先理解到這個比喻以後 就比較容易去懂 他為什麼要這樣分類 不一樣的分類有不一樣的玩法 不會說是這六種分類 誰比較值得買 這六種分類裡面呢 都有機會可以出現標股 他也都有買過 那可能的那個緩慢增長型 還是穩定成長型 比較不太容易出現標股 可是穩定成長型 有可能因為某些關係 他就突然變成快速成長型 然後我今天呢 我覺得我算沒有自信 可以講完很多東西 我說的是皮特林區 我覺得我今天講不完了 不可能 我們可能要花好幾集才能夠講完 有點爽 爽在哪裡你知道嗎 耶這樣我們就可以水好幾集了 好我開始講 他的比喻是這樣的 當你今天去參加一個大型的聚會 你去參加一個party 然後你想要去那個聚會那邊呢 拓展人脈 或者說呢 你是要去大型相親活動 然後你要去找 你要嫁給誰 你的婚配對象是誰 在這個大型活動裡面 你就會像是在懸鼓一樣 你要認識誰 你值不值得嫁給他 好那這樣做之後呢 可能會對你的未來生活 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好他可能會為你的生活 帶來更大的幫助 比較通俗是這個樣子啦 我要嫁給醫生 這樣我就可以當醫師娘 我要嫁給聯發科工程師 這樣他就可以常常不在家 然後我負責花他的錢 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概念啊 那我們也可以呢 去把這些 這些人的狀況 這些人的分類 然後去用在股票上面 因為用剛剛的那種股票分類 然後去分出六種人啊 我們剛剛那種六種分類 我就不要再念一次了 反正你可以分成六種 等一下會講 首先呢 如果你今天在大型聚會上面 遇到那種學校老師啊 遇到警察 遇到消防人員 這一種就像是我們剛剛分類的那一種 緩慢增長型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他穩定 雖然穩定 他也會成長 因為隨著他的年資增加 他們會加薪嘛 對不對 警察會加薪嘛 他可能做著做著之後 變局長嘛 雖然說沒有到加很多 但是呢 他就是穩定 這種就叫做緩慢增長型的股票 注意哦 這個是緩慢增長型哦 我們剛剛說 股票他不是會變來變去嗎 怎麼說 就緩慢增長型 他有可能會突然間變成那種 那什麼 高速成長型 我們舉例 比如說警察好了 警察要怎麼樣可以變成快速增長型呢 就這個警察 他可能呢 在茶器賭場的過程當中去認識那個地下賭場的老闆 然後地下賭場的老闆就跟他說 欸 那個 通融一下 我們之後給你分紅多少錢多少錢 欸 這個警察本來從緩慢增長型是不是就變成快速增長型了呢 他就很多意外收入了嘛 呵 所以這間公司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學校老師他可能跟採購有關 他有可能可以跟廠商拿回扣 學校老師也有可能從緩慢增長型變成快速增長型 可是這個 好啦這是爛比喻啦我覺得這有點爛 好啦反正就剛剛那一種嘛 因為他的年資 隨著年資增加他的薪水才會增加嘛 所以這種就算是緩慢增長型 你可以確定的是說國家每個月都會給他穩定的收入 然後呢該有的三節獎金也都會有嘛 那這種就是所謂的緩慢增長型 穩的股票啦 好啦那再來呢你在聚會上面如果遇到那種薪水稍微比較高一點點的 比如說那種公司裡面的小主管 他有一定的升籤機會 他有一定的可能呢可以升到老闆旁邊身邊的紅人 一定的升籤機會可以讓他薪水三級跳的這一種 這種呢就會比剛剛那種還要再更好一點 剛剛那種是緩慢增長型 然後這種小主管他就叫做穩定增長型 穩定增長型比較簡單跟剛剛那個差不多 只是這一種呢他比較有機會升官 升官潛力比較大 他們的公司呢成長性比較好 所以這種就叫做穩定增長型 然後再來還有一種叫做三年不開張 一開吃三年的這種 比如那個家裡面啊 這個人他們家專門在賣聖誕節用品的廠商 你有沒有聽過像這種做聖誕燈的啊 在賣那個樹的啊這種的 或者說家裡在賣肉粽的啊賣春捲的啊有沒有 三年不開張一開張吃三年有點太久了 反正就是一年的時間裡面呢 他可能有某個特定的一兩個月特別賺更多了 家裡在賣肉粽的端午節的時候賺特別多嘛 賣春捲的賣春捲的有點好笑 平常你經過賣春捲的攤子都沒什麼人 可是呢偏偏就在那個該吃春捲的日子 哇靠排隊排超長的 這種就是所謂的週期型的啦 像那個賣姜母鴨的 姜母鴨最像 姜母鴨在天氣很熱的時候 他乾脆不要開 啊員工都不用來上班 啊很冷的時候他就拼命開 都不休息的 然後一次呢就在冬天的時候 把一整年的份都賺起來 然後夏天乾脆直接就放假 這種就是屬於週期型的股票 但是他有標註哦 但是這一種週期型的人呢 他蠻容易有那種潛在的特質 週期型的這種股票呢 他有可能會突然變成快速增長型的股票 在某一個時間 啊比如說那種地面師 有沒有看過 在Netflix上面 新的啦 哦 那個那種在做房地產炸漆的啦 他們在還沒有找到人可以騙的時候 他們都是斷炊都沒有賺錢 哦然後找到了 找到肥羊了 找到該做的事情了 他們就開始工作了 啊可能呢 他們接下來要騙一票大的 然後這一票大的騙到了以後 他可能就搖身一遍 變成迅速增長型的股票 哦 所以他特別講的是這一個 可是我是覺得前面那兩種 哦什麼緩慢增長型 穩定成長型 應該都也是有機會 搖身一遍變成迅速增長型的股票 只要你能夠看懂他的故事是什麼的話 都比較有機會 可是週期型的這種比較常出現迅速增長 想要強調應該是這一個 好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叫做要講的是隱蔽資產型 隱蔽資產型比較像哪一種人呢 這一種人他可能自己本身沒有賺很多錢 啊賺的錢也不夠他自己花 可是可是他家爆幹有錢 他整天就算無所事事 可是他們家留給他的信託資產 他們家的房地產 他們家的礦場 他們家會噴石油 夠他吃好幾輩子 這一種就是所謂的隱蔽資產型 我覺得像前幾集我們講的MSTR 那個也算了 像他就是本業普通 可是他手上有一大堆的比特幣 這個就叫做隱蔽資產型 我們台股也蠻多類似的這一種啊 比如說 我不知道熔岩算不算 熔岩吧 你看像台積電在飆的時候啊 就有些人會突然想到這間公司 他們手上有很多台積電 台積電漲上來 他們公司的禁止可能會增加什麼的 突然發現買他也可以 買台積電可能追不下去 可是熔岩 沒什麼噴 好那買一下 搞不好也可以 幾乎等於是買台積電這樣 這就是隱蔽資產型 或者說這一間公司呢 他有一塊地在哪裡哪裡 然後那塊地的增值空間很大 那可能因為呢 房地產在上漲的關係 他也會跟著上漲 就算今天這間公司沒有把它處分掉 可是你去計算公司的禁止的時候 也會計算到 AKA資產股啦 你最近應該有看到新聞啊 比如說什麼中石化什麼的 星光金 星光金好像本身爛爛的一間銀行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買它 為什麼會有人出來想要搶親 可能就是因為他的背後 還有一些更值錢的東西 除了他的銀行業務以外 還有更值錢的東西 這樣啊 這就是所謂的隱蔽資產型 那回到聚會上 你要去相親 你要認識那個誰 你要嫁給誰勒 你要嫁給醫生 那醫生呢 應該就算是緩慢成長型 你要嫁給富二代 富二代應該就算是隱蔽資產型 那如果說你要嫁給賣二手車的商人 二手車的商人 這種應該算是周期型 所以之後呢 去跟姐妹聊天的時候 聊到那個誰誰誰啊 嫁給誰變成醫生娘啊 誰嫁給富二代富三代 你就可以呢 用這種方式去分類一下 他嫁的是緩慢成長型啊 他嫁的是隱蔽型資產型啊 對不對 再來還有哪些呢 這個也算蠻有趣的啦 就叫做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些嘛 講完了嘛 然後還有什麼 再來還有困境反轉型 我剛剛咬到舌頭 靠杯 好痛喔 要講什麼困境反轉型 我講慢一點 好看咬到舌頭真的很痛 困境反轉型呢 就是你最不想嫁的那一種 哪一種 流浪汉 窮困潦倒者 破產的人 被解雇的人 或者是 十年寒窗苦毒的考生 這一種就叫做困境反轉型 你看喔 像有一些投資達人啊 他們不是都會說 我自己曾經破產過幾次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要跟他們講話的時候 他會說 來啊你破產過幾次 那種說自己曾經破產過幾次的 你嫁給這一種人 你就是嫁給困境反轉型 好那Peter Lynch呢 他有蠻多股票都是抓到這一種的喔 不要看不起困境反轉型喔 雖然很多買到困境反轉型的呢 他不一定能夠反轉 可是呢 像Peter Lynch 他就買到蠻多股票 這時候抓到這一種的喔 抓到以後呢 變成大標股 有點像我們之前講的那種 獵人 對啦 我覺得Peter Lynch的買法 就像是獵人 我想到了啦 就是這個樣子啊 你可以去看那些什麼 股價跌很慘的啊 然後看他們有沒有機會 變成困境反轉型 比如說像什麼 台速啊 台速化啊 立基電啊 Intel Intel應該也算了吧 對不對 Intel不是跌到那個2000年初嗎 對不對 這種你就可以去看看這種股票 有沒有閒於翻身的機會嗎 重點是要有反轉機會喔 不然的話 他就是繼續死魚在那裡喔 死魚在那邊喔 然後你就跟公司一起下去喔 To the hell 好那 成功的案例呢 是有 可是呢 失敗的可能就更多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找看 那我們這集稿子在做的時候 今天早上起來 就看到Intel竟然噴起來了 噴起來的原因是什麼 他可能想要分拆 分拆他的業務 你看 不小心預言到了 那種窮坤潦倒的公司啊 如果他今天有心 要奮發圖搶的話 他可能會去精簡他的公司業務 他可能去裁員啊 裁掉一些部門啊 裁掉一些沒有用的部門 分拆啊 都有可能 那你就有機會呢 可以去從他的這些改變裡面 去找到投資機會 比如說他拆掉某個好的部門 有些公司 他是把爛的部門 把它拆掉或者是裁掉 啊如果拆出來這個部門 他是會賺錢的部門 噢 那你可以去買那個 他拆出來的 像那個Intel啊 他如果去分拆業務的話 他可能就會變成一間 蠻吸引人的公司 啊 再更不計一點 這一間公司 如果他即將被人家 溢價收購 噢 這個也是投資機會 啊為什麼人家要溢價收購他呢 可能他的業務是蠻有價值的 可能他的商譽是有一些溢價的 可能呢他的資產是 有辦法為他的股價帶來一些溢價的 那只要你會算的話 那是有機會可以去買到 這種東西的 好 那我們講完窮困潦倒型之後呢 再來 還有一個沒講到 就是快速增長型 Peter Lynch在快速增長型呢 還有窮困潦倒型這兩種股票上面 他的表現非常好 他尤其喜歡找這兩種 然後而且是小尖的 也不一定要小尖的啦 窮困潦倒型可以是大尖的 那大尖的他既然都已經窮困潦倒了 他也變小尖了 好 那我們先回到那種選朋友 選老公 這上面好了 像那種 什麼東西會像是快速增長型呢 比如說演員啊 發明家啊 房地產開發商 小的企業家 運動員 音樂家 或者是罪犯 連罪犯都可以 罪犯這種的 也是潛在的快速增長型 好 比如說你今天認識詐騙集團啊 嫁給詐騙集團 可能也蠻爽的 只要他今天沒有被抓到的話 你們家就吃香喝啦 我剛剛講的那種什麼 警察嘛 然後 做黑的嘛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有機會變成這一種嘛 就變成快速增長型嘛 因為他做壞事嘛 對不對 好 可能你看像那種 跟詐騙集團合作的律師 比如看到那個交易所 然後去抄了某個律師 有沒有 交易所出事 然後去抓了某一個律師 有沒有 這種跟詐騙集團合作的律師 或者說他今天私底下呢 偷賣軍火的 或者是 默默無聞的運動員 突然間紅起來了 那種宅在家的無名導演 突然間給你拿一個奧斯卡 發明家突然拿到諾貝爾 或是駐唱歌手 然後拿到金曲最佳新人 突然在YT爆紅之類的 這一類人 他們可能呢 平常就是 沒什麼用 失敗 失敗的可能性 會比他穩健成長 可能性還要高 但是呢 一旦這種快速成長型的人成功了 他們的收入呢 可能就會在一夜之間增加十倍 二十倍 甚至是一百倍 然後呢 這邊講一個重點 當你呢 購買那種快速成長型公司的股票的時候 你實際上就是在賭這間公司 他未來會賺到更多的錢 而且你覺得未來會賺到更多的錢的機率很大 你才去買 不是因為呢 他現在很好 你才買喔 是要因為說 他後面還能夠再更好 也會這麼好 才去買 如果說人家已經紅了 你才去買 那你就是去蹭 你至少要在他剛剛開始串紅 有一點點串紅跡象的時候 你去買 這個才算是投資 右側一點 不要太左側 不然呢 你有可能會是那種 費盡千辛萬苦 然後就跟他在一起了 結果你卻參與到了這個大明星 他走下坡的過程 你沒有辦法跟他一起 那什麼 我記得之前不是有一句 那個很八加九的話 你贏我陪你均淋天下 啊你輸我怎樣 靠北 記不起來了 反正就 你不要在他嗨的時候 都沒有跟他嗨到 然後他跌下來的時候 你就在那邊跟他同甘共苦 這樣的話你就很辛苦 好 應該這樣差不多 就把六種都講完了啦 那大家呢 可以稍微暂停去想一下 你現在的持股 你現在最看好的那一支股票 你的最大持股 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 然後呢 去審慎思考一下 把它換成上面的那些人種 你去想一下 你對他的夢 有沒有不切實際 我簡單講一下 怎麼樣叫做不切實際呢 比如說台積電現在已經一統天下了 那你還期待他的股價跟快速成長股一樣 然後呢 短時間之內再漲到2000 你還在期待這個 你覺得算不算不切實際 欸我不知道喔 因為你看現在還是很有機會嘛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想一下 他現在是不是已經算是一統天下了 對吧 啊是的話你還all in嗎 那你是覺得他因為什麼 會再漲一倍呢 然後還有 比如NVIDIA 他現在已經這麼賺了 他現在毛利已經這麼高了 整盤幾乎都快全部被他端走了 然後他的競爭對手完全追不上 那他短時間之內再漲十倍的這個機會 這件事情應該要怎麼發生呢 人家說他標很多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標 是從他跌下去很慘的地方 然後漲上來 然後再創新高 這樣叫做標很多喔 那你現在買的話 你就是要在他很高的時候 他還要再標更多 你覺得這件事情發生的機率高不高 好 類似這個樣子 你老公 已經是詐騙集團的地方霸主了 你老公已經干好幾票大的 然後都沒出事了 那你覺得你老公他接下來 把全台灣所有的詐騙產業 全部吃下來的機率比較高 還是你老公某次在幹一票小的的時候 不小心被警察抓的機率比較高 還是說他不小心因為跟人家起衝突 然後被人家的小弟拿刀捅下去的機率比較高 這樣去想一下 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這支股票 你要不要當做你的最大持股 你要不要買那麼多 你值不值得買 你要不要換別的 好 那再來就是呢 上面這六種類型啊 他其實不是固定的啦 剛才有講了 他有機會是可以變來變去的 可能呢 本來一間快速增長型的公司 他今天增長到一個程度之後呢 他就漸漸的 可能蠻快的喔 本來是一間快速增長的公司 然後到一個程度之後變成 穩定成長型 甚至他變成緩慢成長型 那這個你都可以從他的成績裡面去看出來啦 像有一些操盤的啊 本來槓桿都開爆啊對不對 然後他們賺了一大堆錢之後 漸漸的開始他們玩得很小 或者說他直接變成指數派 或者他乾脆買一大堆債券然後都不玩了 那你覺得變成穩定成長型 他本來是快速成長型嘛 然後他漲到一個大的一個規模之後 穩定成長型的公司會不會想要再瘋狂一次呢 會不會想要讓自己再變成高速增長型的股票呢 還是他會想要守城呢 對吧 這樣想一下 你大概就會 呃 應該這樣講 你就會大概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不要拿這麼多這間公司的股票了 你買賣邏輯可能稍微變得比較順一點點 因為一間穩定成長型的公司 他如果想要再變成高速增長型的公司 他可能會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Peter Lynch的書裡面 什麼事情叫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是這一間公司已經穩定成長了 然後他開始去收購一些他們做不來的業務 他會想要讓自己可以更多元化 可是呢 他很容易變成垃圾多元化 比如說一間公司他賬上現金非常的多 那個投資人可能會期待說他會進行一些公司轉型 那其實持有很多股票的股東啊 他最害怕的就是他們公司拿到現金 然後不去做一些對股東有利的事情 反而是跑去買一些奇奇怪怪的公司 有些人就還蠻怕這一種的 那在看這本書的過程裡面啊 就因為這些事件 然後他跟你講的這些事情 有機會看完之後 就吸收一些經驗 然後讓你的買賣邏輯變得更順一點 那當然呢 穩定成長型的股票啊 或者是緩慢成長型的股票 他也是有機會可以變成快速增長型的啦 像台股的話 我馬上可以想到的例子 就像廣達啊 偉創啊 鴻海這一種的 有沒有 突然變成標股 啊如果呢 他在變標股的轉換過程裡面 你有看懂的話 其實他們也長蠻久的喔 你不一定說上車之後 然後不到一個月 然後就直接讓你賺很多 他在漲的過程 可能也要兩三個月嘛 那他們在漲的過程裡面 你隨時看懂故事 隨時都可以上車啊 就算買高一點點 至少賺個二三十趴應該也是不難啊 啊如果說你今天沒看懂的話 為什麼你會沒看懂 可能你被價格矛定了 有可能你是因為很懶 沒有去研究他因為什麼而漲 他的故事合不合理 你就只會在那邊講說 啊那個鴻海飆起來了 好啊之後我先賣掉 啊鴻海掉回來一百一下我再來接 有沒有可能掉回一百 有啦有可能 什麼時候不知道 有可能他掉回一百的時候 那故事又不一樣了 他掉回一百你接了好你接到了 他有沒有可能再漲回兩百 那故事真的又不一樣了 就像是 我要嫁給整型外科醫生 我想要嫁給整型外科醫生 可是他現在呢 他對象太多了 沒關係 我等他之後中風了 我再來嫁給他 好啦那 我覺得這樣講這些之後 我看篇幅也差不多了啦 大概先講到這邊就好了 看一下 對啊篇幅差不多 我真的很搞耶 真的篇幅差不多了 我是 先講這本書比喻的部分啦 這個只佔這一本書的 非常小的篇幅喔 應該一%而已喔 我只講 比喻的部分而已 大概就在這本書的中間 我想說這樣大家比較聽得懂 不要誤會喔 我不是把你們當白痴喔 只是呢 Peter Lynch他也有說 他是說 你的投資想法 我是要說 我沒有把你們當白痴 因為Peter Lynch他也有說 他的投資想法呢 你最好是可以 簡化到 能夠讓小孩子呢 也能夠聽得懂 那這樣呢 你的這個投資的理由 他更適合作為買進的理由 先去講簡單的 不然呢 其實他書裡面啊 也有舉例說 六大分類要怎麼分類 然後他在當基金經理人的時候 他大概買過哪些公司啊 他怎麼幫這些公司分類 為什麼進場 為什麼賣掉 他持有多久 然後出場呢 大概賺多少 有那種賺十倍的啦 也有那個 不小心看錯 然後跌到快要歸零的啦 買的時候 然後剩下十分之一才賣掉了 像他說 他也有買過蘋果啊 而且呢 他是在剛上市的時候買喔 剛上市 剛出來 沒多久他就賣掉了 然後賺十幾二十趴 然後呢 下一次他在買蘋果是什麼時候呢 你知道嗎 是蘋果變成窮困潦倒型的時候 他才第二次買蘋果 好 那我們現在應該很難去想像說 蘋果是一間窮困潦倒的公司 我們只有聽人家講過 我們只有在電影裡面看過 好 他就說 哦 你如果在蘋果上市的時候就一直持有到現在的話 你知道可以賺幾百倍嗎 哎 你不知道的是 在上市一直持有到現在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們中間公司變化過幾次 他們轉換過幾次類型 換過幾次主要產品 你要抱著抱著一直抱到現在你知道有多困難嗎 超難 中間可能發生一點點小事都有可能讓你想要把它賣掉 好 就是這樣 好那最後呢 講一下 剛剛呢 他說把股票分成六種類型嗎 然後 可能呢 同一間公司可以在六種類型之間變來變去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分辨這一間公司的成長 是哪一種類型呢 比如說 你要怎麼判斷一間 快速增長型的股票 他已經漸漸的要變成穩定增長型的公司了呢 你要怎麼判斷這間公司已經在變形了呢 他有講 而且其實簡單講就是一招而已 他說你就是看收益曲線 你看他的獲利增長就好了 很直接 獲利只要一直在高速成長 他就是快速增長型 獲利如果開始增長變慢了 然後開始持平了 就他可能就在轉型了 那獲利如果有一直在成長的話 股價呢就有機會可以跟上 股價可能會超出去 啊可能會回來 反正你只要獲利有在增長 然後你應該趨勢就是向上的 那如果說股價漲太多 結果他的獲利都沒有跟上的話 原則上應該就是超漲 你不太可能看到一間緩慢成長型的股票 獲利都沒有什麼成長 然後股價一直狂飆 那狂飆一定就跟他的獲利 比較沒有什麼關係 那他覺得說你這個時候 只要認真檢查一下 可能檢查財報啊 檢查一下資產負債表啊 大概就可以知道怎麼回事了 在他的書裡面啊 就有看到一些例子就是 這間公司已經是一間 很穩定的公司了 然後他去買它 他覺得超級便宜 那為什麼會覺得超級便宜呢 他就是去看資產負債表 看完了以後他覺得哇 買這間公司根本就是免費買 什麼叫免費買就是 這間公司你光是買的時候 比如說這間公司 他的帳上現金非常多 那他股價可能是10塊好了 那他就算出來 他每一股的現金可能有7塊 那幾乎就等於是你買了以後 7塊其實你是在買那間公司手上的現金 那你買這間公司你只有花3塊錢而已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他去檢查他的資產負債表 然後就有機會找到這一種隱蔽資產型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然後又順著他的業務 就是這間公司的業務 你可以用3塊錢就買到 然後7塊錢 其實你買的是現金 那算起來他的本益比 就跟他的股價 你就不是用股價去算本益比 你就是用你花的那個3塊錢 就算本益比 然後就會很便宜 就是大概這樣的感覺 有沒有很簡單 我覺得他的書蠻好看的 你如果聽完今天這一集 然後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去找一下他的書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一集 有點算是把他講的太簡單了 他裡面有一些細節 跟想法 比較高級一點點的觀察 之後如果我們有出續集的話 可能再跟大家多講一點 如果你還想聽更多的話 記得給一點回饋 不一定要donate 你可以去留言 去YouTube按讚 去Podcast留言 什麼的都可以 雖然說你今天不留言給我 我也會繼續錄Podcast 可是如果你有留言的話 至少可以讓聽的人知道 這個節目有人在聽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那個樣子 這個節目又不紅 幹嘛聽 影片點閱那麼低 一定很爛 類似那種 大家比較會去想吃那一間 有人在排隊的那間店的概念 大家參考參考 好 然後我們今天最後特別一點 我們來練一下YouTube這邊的留言 我們好可憐喔 我們Podcast好久沒有人留言了 我要去念YouTube 好啦我們YouTube這邊有三個留言 首先第一個是 匿名 好 他說 損亡這一集 真的是我最近幾個月以來 最獲益良多的 感恩 這個應該是在講我們上一集啊 我們上一集比較特別 在講復盤 我們上一集純粹就是做一個 我會想聽的節目啦 就是大概在崩盤之後 我會想聽 我最想聽的節目就是這一種 可是我其實沒什麼聽到 有人在講這個 可能鼓埃比較像一點 其他我都覺得還好 吹捧 吹捧自己的部分比較多 我不太喜歡聽人家什麼 崩盤賺多少 虧多少 我比較想聽那種 那個人 崩盤的時候在想什麼 這個我會比較有興趣 可惜看到比較多都是那種 喔 我很淡定啊 可是我是老神在在啊 早就怎樣 早就怎樣 我沒有太大的情緒什麼的 我上一集好像有這種感覺 不然呢就是有人會說 崩盤 他覺得 機不可失 時不再來 要勇敢買進三小兒 喔 那我們那一集呢就是要說呢 當下會買 可是呢 也有恐慌的成分在 也有在防止之後繼續跌的成分在 阿如果要買進的話 我們需要一些想法來輔助 沒有這些想法的話 不敢買 喔 不然的話 沒有這些想法就會像之前那樣 束手無策 像幣圈啊 之前什麼519崩盤 FTX崩盤 LUNA崩盤 那我哪敢買啊 我完全不敢抄底 你知道嗎 看別人在那邊抄底 我會覺得哇 你哪來的勇氣 你為什麼敢抄底 欸不是每一個崩盤都會回來 不要去相信那些8加9 你不要看他好像很有自信的樣子 他搞不好只是在達克效應那張圖的愚蠢之癲 他不知道耶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所以 自信爆棚 你會信那一種 你可能這一輩子還沒有被 你還被騙不夠 多被騙幾次你就會了 好 但是槓桿還是維持在大約1.5 2.5到1.5以上 直接吃到8月5號到8月6號三天的連續殺盤 在低點砍了不少 但禮拜三馬上在10點把剩餘權益灌滿 尻滿 目前也是大回血 也有看到Jim哥說的只能感嘆自己太過幸運 虧損過多 想要搏一把真的有一天會下地獄啊 下一次要去槓 就會到0.8以下 然後再沉住氣 不是 他講錯我講錯了 下次要去槓 就要去到0.8以下 然後沉住氣 好 這位人兄呢 他就是帶槓吃連續殺盤 那他應該會感受到的 比我感受的還要刺激更多啦 他沒有崩潰 還能夠在禮拜三然後把大部分打回來 我覺得這已經很猛了啦 換做事我我一定沒辦法這樣 我可能到現在 然後砍完之後 我到現在我可能還買不回來 恭喜這位人兄平安度過啦 好 下一位 L E O N H T 9N Z 他說崩盤全做空 以為隔天來撿便宜 結果就一路向上了 滿手現金 QQQQQQ 也有做空的人來分享 那 好 你是做空的嗎 然後崩盤 砍了 然後滿手現金 看到人家掌上來 我也來分享一個啦 我分享的是小編 不是小編喔 小編沒有在玩 小編是老闆在幫他玩 我是要講小編認識的一個朋友 小編認識一個8加9 這個8加9 在崩盤的過程裡面 一路做空 越空越嗨 一直發線動炫耀 他一直發線動說 他這次發了這次發了 他看到美股在那邊崩 他就知道他這次賺爛了 這次賺一筆大的 一直發 一直 chill 然後小編看到他的線動之後 因為小編看不懂嘛 然後他也會拿給老闆看 因為小編他看不懂 他就說 欸 這個是很厲害的意思嗎 然後老闆就跟他說 嗯 看這個線動 看他轉成這個樣子 應該沒有賺個幾千萬 也有幾百萬 應該是空很多 然後 之後不是V起來嗎 V起來以後呢 從禮拜二禮拜三 就沒有看到這個人的線動了 不知道是退休還是怎樣 然後呢 差不多到禮拜四 又看到線動了 這次的線動是他在罵人 他在怪東怪西 怪人家影響到他操盤 人家拖到他的時間 什麼的 然後害他沒有辦法專心操作 所以虧很多 虧一千多萬 然後後來才知道 他一路空下去 好像是空大台 空蠻多的 從兩萬三開始空 然後這樣一路空下去 大概賺兩千多萬 然後這個人 這個8加9 暴力反彈的那個時候呢 虧了一千多 最後呢 大概賺八百 可是他雖然賺八百 可是他心情很差 八百萬 不是八百塊 他說他心情很差 因為感覺像輸錢 相信這個8加9 他應該在這個過程裡面 體驗到很多東西啦 他在過程裡面 可能會體驗到自信爆棚 體驗到逆向加碼 相信自己 之類的 不然 能夠吐回去這麼多 也是蠻厲害的 真的很厲害 你今天疊了四千點 然後上來兩千點 結果你竟然吐回去這麼多 賺兩千多 吐一千多 這傢伙肯定經歷了什麼 大家小心 不要去做那種 你懶叫扛不起來的操作 捏軟捏爆也沒用 扛不住就是扛不住 講到懶叫 我還不是在講那個做尿派嗎 做尿派的時候 不是有人QA來問說 做尿派懶叫會沾到下面的水 要怎麼辦 你看那段我聽到 真的覺得很北七耶 真的假的啦 你懶叫會沾到水哦 所以 你 因為懶叫會沾到水 所以你就 都不要坐著尿尿 你都站著尿尿這樣 是不是 屁咧 那你大便都不用做嗎 你大 你大便的時候一定要坐著啊 難道你站著大便嗎 那你坐著拉屎的時候 你懶叫吹下去 不只沾到水而已耶 某種意義上 你這個就是真的用懶叫在拉塞耶 好啦沒事了啊 今天正經的跟不正經的都講完了 我們覺得這一集就先到這邊了啦 齁 好 感謝大家的收聽 這集就到這邊 拜拜